目前在中国大陆,医患之间的矛盾很尖锐 患者伤害医生的事件经常出现 日前在浙江温岭第一人民医院 就再有一名患者持刀袭击了三名医生 造成一死两伤 28号的上午,上百名温岭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 他们聚集在医院的院内,高举横幅,抗疫暴力 被患者砍死的医生王云杰遗体 28号上午被运往病疫馆 8点半左右,约有二三百医生在医院门口聚集 打出悼念王云杰医师,拒绝暴力 保障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维护正义等横幅 据了解,当地即将评选平安温岭 当地官员怕杀医事件影响到评选 27号深夜,派遣特警到温岭医院 打算抢王云杰遗体火化 温岭第一人民医院上百医护人员 则誓言首位死者遗体 网络也掀起一片踏乏之声 纷纷谴责浙江当局的做法 下午两点多,聚集仍在持续 大批特警到场严阵以待 新唐人记者致电温岭医院了解情况 近年来,患者伤害医生事件 平线报端,据统计,去年中国共发生 11起恶性伤医案件,造成35人伤亡 而仅这一个多月就发生了好几起 9月23号,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附属医院三名护士被一患者砍伤 10月20号,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 一名患者刺伤一名医生后跳楼身亡 10月22号,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一名患者死亡 家属要求将遗体抬回家 遭拒后,打伤三名医生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医患矛盾不断 伤医案件频发 大陆中华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兼职教授卓小勤表示 人们为了解决问题,只好去闹 中共为防止频发的暴力伤害医生事件曾发出通知 要求医院按照每20张病床 配备一名保安的标准加强戒备 医患的矛盾主要是体制造成的 如果只靠反抗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大家都知道中共重荣国民 一切向前看,很多没有医德的医生 他们可以在病人看病的时候 说到人家把房子卖掉,把牛卖掉 前广州军区第二门真部谭委指出 在中国,医生内部流行一句话 要钱就不要良心,要良心就没钱 以前我在湖南的一个医院 就是我对面那个医生的患者 他是支援体感染 本来就是说这种疾病2000多块就能治好 结果呢,那个女孩花了3万多也没有治好 然后那个医生还告诉他卖掉手指啊 借钱还不治 谭委指出,目前中国医生和患者之间完全失去了信任 许多医学院学生宁愿转行都不愿再做医生 媒体报道出的医患矛盾只是冰山一角 27号大陆媒体报道 时下中国医学生转行 乡村缺医生这种两头落荒现象日渐加剧 一些医学类高校生从踏进校门起 便认准了考研究所读博士班 还有一些学生毕业后就放弃从医改了行 估计发生了 wholeheart 新闻的密码